歡迎收看小朋友,我是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繼續重複排列的問題 五名士兵去佔ABC三個港佔 然後每個人都要佔到港 如果每港的人數不限的話有幾種分法呢? 沒有錯,答案就是五的三次還是三的五次 如果是三的五次,ABC三個港少 甲從三個中選一個,然後乙再從三個中選一個 丙再從三個中選一個,也就是說會有港少被重複選到 大家可以去擠在同一個港少上 那如果是五的三次的話呢? 三個港少,A港從五個人之中選一個 B港從五個人之中選一個 前一個被選走的不能再選了 所以不是五的三次,這個當然就是三的五次 如果每港至少一人,會有幾種分法呢? 那也就是說不能有港少沒人站 所以我們的方法一是排榮 那任選的話,任意站是三的五次 扣掉怎麼樣?有一個港沒人站 也就是說只剩兩個港給你挑 那三個港可以挑的情況下是三的五次 那如果是兩個港給五個士兵挑呢? 這樣是二的五次 那問題是哪一個港沒人站? 有三種嗎? 那我們這裡採用哪兩個港給士兵挑 所以寫C3取2,三個港裡面挑兩個 那他一樣是三沒有錯啦 我們去設想說士兵佔了哪兩個港 士兵可能佔的是AB港 是也可能佔BC港 也可能是佔AC港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這裡 要再怎麼樣?加還是扣? 問大家 我這裡是有一個港沒人站 對不對? 那我後面是要加還是扣? 因為有可能是怎麼樣? 有兩個港沒人站 大家去擠同一港 那很重要的一點 他的答案其實是要加回來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有一港只佔了同一港的不用扣嗎? 不是不用扣 他其實是被重複扣了 就是說 所有人擠在同一港的情況 在前面這裡 當你的這個 我們選AB港給五個士兵分 所以是變成二的五次嗎? 因為第一個人可以選其中一個 第二個人可以選其中一個 那你在這樣子認選的過程中 是不是有可能五個全部 包含 全 站 A 對不對? 也有可能嗎? 對不對? 這是這個2的五次 是32種裡面的一種 那32種裡面還有一種是怎麼樣? 全站B 我們這裡乘一個 C3取2 也就是說 我不見得是AB港 有可能是BC 有可能是AC 我們這三種情況應該都是2的五次嗎? 所以把它乘以3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 這32 AB的32種裡有這個有這個 BC的32種裡面包含了全站B和全站C 然後AC的裡面包含了全站C和全站A嗎?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說其實怎麼樣? 我們全站同一港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全站同一港 全站同一港的這件事情我們不是沒扣到 我們是有扣到 而且重複扣了 所以我們這裡要加回來 加怎麼樣呢? 1的5次 那一樣會 乘以3 這是這題的答案 就是 3的5次 3的5次 減這個加這個 那答案會是 150種 那這裡呢 我們就介紹方法2 我們前面呢 在介紹那個酒杯跟酒的問題的時候有講到 其實重複排列的問題呢 就是擠了幾次的問題 它是可以被拆成好多組的這個 我們講雙層配對來去處理的 那只是說我們既然可以寫成擠了幾次 就不會去寫那麼麻煩用雙層配對 可是像這樣的情況 你5名士兵呢 去站3個港少 又限定了每港至少1人 等於說 剩下可以調配的數目只剩下兩個嘛 所以它會使得我們能夠討論出來的雙層配對的情形變得有限 那就搞不好用這樣算不見得慢了 我們有可能出現像這樣子要分析的題目 一定都是有限的討論規模 要不然一題寫不完 那所以也不用擔心 來 那這一題的話呢 你如果有觀察到說 我剛剛講說 你其實只剩一個人可以去調整嘛 你就會發現你的情況只剩下兩類 一類是一港佔三人的 一類是兩港佔兩人的 311跟221 如果是311怎麼辦 還記得嗎 我們要先假設 假設ABC三港是 A是3 B是1 C是1 這樣子你夾以秉丁物配對給 AAABC C 這樣是多少 這樣是5接除以3接 那但是不見得是3個A 所以也有可能是 3個的可能是B或C 那這樣子其實是ABC配對給311 所以會乘上3接除2接 注意這個2接是2個A重複的意思 那如果是221呢 同一個道理它會是 5接除2接2接1接3接除2接 那這兩個去算出來的話 這個約掉會是60 這個呢 5接除4是剩30 30乘3是90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共150 跟上面是一樣的 可以嗎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有3艘不同的船 那這3艘船都現在5名乘客 有以下幾個人要過河 可以安全渡河的方式有幾種 如果4人同時過河的話呢 那因為很簡單我們就直接講了 你如果要自己想一下按暫停 那所以4個人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從3艘船中選1艘 所以它會是3的4次 那第二個5人呢 因為也還沒有超過這個 人數上限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它其實就是3的5次 那6人呢 那它會超過人數上限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其實只有超過一點點 我們把人數上限扣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6人 如果任意選是3的6次 扣掉6個人擠在同一艘 哪一艘 所以是扣掉這個3 1乘以3 可以嗎 這個3其實是 你可以說是C3取1 那7個人呢 7個人可以怎麼過河 7個人的話呢 任意選是7的3次 要扣什麼呢 你可以暫停想一下 我們要扣的情況就會要討論喔 它有可能是700 這個會成 也有可能是怎麼樣 610 這個也會成 對不對 所以我7個人的時候要扣的是 7個人擠同一艘 哪一艘 再扣掉 注意7個人也是 他就雙層配對 你要先拆開來變成 這個6階1階 所以是7階除6階1階 或者你可以寫C7取6 就選6個放在某一艘裡面 然後呢 要注意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這樣子去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設定了 我已經知道他是6個A 一個B一個C 這樣 夾以秉立物幾根去配 但是不見得A才是6艘的 所以要乘以3階 那這個蠻多人會露成這個3階的 所以前面那個雙層配對的概念一定要有 然後8個人呢 8個人是7的3的8次 那他要扣什麼呢 那注意像我們剛才這個700跟610 是不會重複的 裡面沒有重複的情況 因為就是做的方式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8的人要扣的是 800 710 620 所以我們扣了再扣 扣到這個8階除以6階2階 這裡也是乘3階 那最後這個則不一樣 他不是乘3階 他是乘3階除2階 所以這個是 沒問題寫下面 扣8階除6階 1階1階 乘3階除2階 我們來看下一題 8支不同顏色的比分給三名學生 每個人不能拿超過5支也不能不拿 所以故意出這樣的問題就讓你了解到說 他現在又講說不能拿超過 我支也不能不拿 你要加加扣扣就變得比較麻煩 所以其實就是要怎麼樣 引誘你去列 列出就是我們剛剛講說變成是雙層配對的問題 他本質上是重複排列沒有錯 他是擠了幾次沒有錯 可是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所以其實你列出來 把他變雙層配對的 好幾組雙層配對來討論 反而搞不好比較快 不能不拿 所以至少最少都有一支的情況下 這個人最多是拿6支 那我喜歡把東西集中在一邊 然後慢慢的攤開來 我們前面有那個邊長是40的三角形 有集中 教大家怎麼去調列問題 所以你讓自己養成一個調列的習慣 那我喜歡把東西集中在一起 比如說我可能會從611開始 都集中在這個 然後慢慢的分過來 然後再變成什麼 521這樣子 那可是因為他這題有講 不能超過5支 所以611是不行的 所以我最集中的情況就是521 你就知道說其實他可以寫出來的不多 521 那你這個也不能 你這個後面再分給他 他變512是重複的沒意義 所以再來這個5就要再 隔讓出來 變成431 那有431 這個3就可以往後分了 就會有422 好 到一樣就不用 後面這裡就沒了 那你要再隔讓出來 再隔讓出來 就變成是432 332 那332 你看到前面這裡兩個都已經一樣了 你就知道沒了 沒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只有四種 那有幾種分法呢 五支不同顏色比 分給三個學生 那如果假學生拿五件 以學生拿兩件 比學生拿一件 所以是A B C D E F G H 配對給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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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比 這個 除以4接3接乘以3接 它是8接除4接2接2接2接 因為該交的剛剛都交了 所以就不重複一直講 那大家想要看清楚的話按個暫停看一下 假班五名男生各自喜歡上一般的五名女生 喜歡的對象都不一樣 某天10個人約了去營遊會玩 抽籤決定座位一男一女搭配 那個不在乎座位的編號 在乎的是誰配對到 就男生跟女生誰配對到誰 假設五名男生都沒有跟自己心儀的對象做在一起 這樣的情況有幾種 那這題出來這裡要注意 它的答案不是我的五次 因為怎麼樣 假男生挑A女生 乙男生不可能再挑A女生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 這個一對一配對的問題 任意選的情況下是五接 但是都沒有跟自己要的那一個 所以這是什麼問題 我們前面交的錯牌 就是說那個假不排第一不排第二 頂不排第三頂不排第四 那如果沒有去看到前面的 自己要去看一下前面錯牌那個單元 我們在這裡不全部詳細講 那個點一下前面的某一集 那所以它的答案是什麼樣 一五十十五一的係數 所以五接減五倍四接 加十倍三接 減十倍二接 加五倍一接 注意喔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減一倍的零接 減零接 這個減零接要寫喔 因為零接是一 你少減一就不對了 因為就是多一了嘛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 五乘四接會剛好跟五接對消 所以這裡會剩一下 三接乘以十四 六十 二十 剩四十 然後 加五減一 所以是 十四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來吧